根據中國大陸官方最新統計 近來南方暴雨、大風、冰雹災害 飲料成33元死亡、12人失蹤 中國大陸和香港媒體今天報導 飾演萬元迷成名的中國大陸女星陳好 被傳捲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劉鐵男危機案 劉鐵男已被免職調查 選入的還包括大陸中央電視台知名主持人張宇 香港在今天下午4點左右 一輛輕軌列車發生出軌意外 列車在轉彎時突然出軌 警方指出有40至50人受傷 中國大陸知名異議藝術家艾未未 使用超過1800個嬰兒奶粉罐 製作一幅巨大的中國大陸地圖 反映大陸對嬰兒奶粉狂熱需求所引發的爭議 新唐亞太電視總理報導